白化佛法 白化佛法 我们今天已经星期四了 那么就是星期六 就是今天是星期四五六 就后天 那么就是我们伟大的 观世音菩萨的出家日了 所以我们呢 缅怀我们的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到人间来救苦救难 所以观世音菩萨 曾经做妙善公主的时候 跟着他的父亲 也是在人间行医救人 吃尽了人间的苦难 所以呢 我们真的是要缅怀 我们伟大的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所以我们现在救度众生 就是从精神上 还有肉体上都能够 让所有的苦难众生 都能够获得受益 所以菩萨当年 也是跟着他父亲 一直在人间呢 在行医救人 然后呢 给人精神上的一种寄托 所以我们更要学习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精神 那么今天呢 台长呢 想跟大家呢 借这个十分钟的时间呢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生灭 就是人生灭 就是心生灭心 你的心情就会变化 比方说你生出来恨的心 那么你就会心理生理 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生理上呢 就会越来越生气 然后呢 灭呢 就是啊 就是当自己这颗生气的心 灭度的时候 那你呢 就人安静的下来 所以有时候不要生气 生气就是气生出来的 因为你不生 就没有气 所以生气 生出来的气 然后要把它灭掉 所以生灭 那么你的心就在变化 啊 那么你 生出来不好的理念 当你灭掉了 那你就是 转 成另外一个解脱的路 所以 台长希望你们 要学会自己 克制自己 不要去生 也用不着来灭掉它 今天你没有发脾气 你也用不着去跟人家 赔礼道歉 你今天 没有做错事情 你也用不着去后悔 人就是在一种生灭心当中 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后悔 难受 实际上 一定要懂得 我们 已经这把年纪了 我们有什么气好生 要生气 随随便便就可以找气来生 人就是在这种 红尘当中 在自己这些 邪念 歪念 邪力当中 才会产生这种邪思维 也就是说 你今天对我再好 只要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 我马上一笔勾销 这就是看不到别人的慈悲心 不管别人对你做错什么 要感恩别人 因为这有些时候是一些冤解 是一些缘分 有时候 我们 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 懂得 是为别人好 不能去 恨人家 不能去 害人家 更不能去 伤害 我们的 无辜 就像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现在做人 不单单 要 连一些 不好的事情 就是说 人间的一些不好的 感情问题 想不通 贪念 全部都要收散 全部都要收敛 要没有烦恼 所以 人就会变得越来越没有瑕疵 就没有烦恼 所以我们要懂得珍惜生命 因为我们人本身 身体 从出生到人间 一直 借助着人间的一切 外气场 就是 外围的 思维空间 让你想不通 外围的 空气污染 让你 身体受到挫折 人间的一些烦恼事情 让你心脏 血压会升高 等等一切 你实际上 已经在糟蹋自己的身体了 经常跟自己过不去 所以 一个人如果憋不住 就是 没有找到 这个 根源 这根源是什么呢 你没有找到 快乐的根源 所以你就永远 有 不快乐的根源 跟着你 也就是说 你想通 想明白了 你知道这些 都是假的 你就不会去追求那些 假的物质的存在 今天 给别人了 没有给你 你不开心了 你就是在追求那些 今天 临时拥有的东西 一个面子 可能一句话 但是当你想开了 明天还会 不开心吗 过几天还会记得吗 一个月以后 这件事情算什么 所以一切 都是因果 所以因果导致轮回 如果你 把这个恨的因 种下来 你一定会 恨 最后 你会伤害别人 最后 导致别人 再 伤害你 这就是我们学佛人 应该懂得的因果 和轮回 关系 所以做一个人 我们说 要 顺天 不要逆天 行道 要顺天 就是顺应天时 今天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看要下雨了 你就要顺应天时 带把伞吧 对不对啊 你不就是把你自己 和宇宙 合而为一了吗 如果你说 今天 你明明知道 要下雨 我就不带伞 那么 你一定 临 临时了 才回到自己家里 所以 这就是正念的意识 和负 能量的意识 在相互斗争的 所以 有时候人真的很傻 明明做不了的事情 我非要做 明明不能成功的事情 我一定要去做 你这样 逆天行 道 你一定会 不顺应天时 你一定会 在人间吃苦头 所以 一个人 要懂得怎么样 让你自己的正能量发挥 淋漓尽止 也就是说 把你自己好的优点 全部发挥出来 你很勤劳 你很勇敢 你很正直 你很善良 这些都是正能量 你要多多的 表现出来 让别人看到了 第一 别人会向你学习 第二 你自己会得到 别人的尊重 如果你把你自己的 负能量都不拿出来 那就是天天 懒呢 嘴巴很残呢 然后呢 什么东西都要 贪呢 然后做出来的事情 让别人笑 那就是鱼吃啊 所以贪嗔吃慢 慢是什么 傲慢 疑的怀疑 所以这些菩萨 早就跟我们讲过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自己心中的正能量用出来 而把负能量好好的去掉 或者暂时的 你把它慢慢的隐藏 不给它用 时间长了 你也用不着了 因为在人的一生当中 有正能量 有负能量 所以 就像很多人 谈恋爱的时候 两个人感情非常好 他们真的 用了自己 真心的一面 如果 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有负能量的一面 他们用出来 可能对方就不要谈 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用了正能量 两个人结婚了 问题结婚之后 为什么会离婚的呢 就是因为他们又把 慢慢的心中不好的负能量 贪啊 撑啊 吃啊 那些东西又慢慢的拿出来了 所以对方不能接受 觉得你不 言表 言行不一致 所以对方就开始慢慢退了 这就是造成人为什么 初期是幸福 后期是痛苦 所以我们做人 每个人都有优点缺点 把自己的优点 尽量的发扬出来 把自己的缺点尽量的去除 那么你不就是一个只有优点 而没有缺点的孩子了吗 所以一个人要懂得 在人间用这句话讲 叫扬 恶 啊 啊 就是 啊 控制啊 自己的恶 要扬善 去恶 啊 就是把善良的东西 要发扬出来 去掉你自己心中 黑暗的东西 和恶的心理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好好修心 啊 今天呢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的白话佛法 啊 一点低呢 就 说到这里 啊 那么 接下去呢 我们将给大家做 悬疑 中数节目 好 听众朋友们广告之后 啊 听众朋友们 那么 我们接下去就给大家做 悬疑中数节目 感谢观看